雖然你不用破案 但在這個拍片年代 如果你可以像柯南一樣有個變聲器 是不是很方便 無論是 台灣以來美 型男學吧 甚至是他通人物 都可以變得到 還可以用你把聲讀你給他的字 那還等什麼 立刻開始 大家好,歡迎收看NITIA 我是Anita 上幾集我們就試用不同的工具 去令圖片做口型和動作 今天我們會做AI代言人的最後一步 就是聲音 今天用的工具只有一款 不過裡面會有不同的用法 針對不同的需要 如果你跟我一樣 需要自己一個幫不同的角色配音 或者直接不想做配音 給它一段字 就可以生成語音 甚至想clone自己 或者別人的聲音 今天這個工具都可以一一幫你實現 記住看到最後 首先,這個工具叫Aplio 它Github的連結我已經放在說明欄 首先就要GitClone它下來 之後根據你用什麼機 去跟回它的安裝步驟做 之後Run的方法也是一樣 跟回你是什麼機 就用什麼command 之後如果你是在自己的機器裝 就在browser入 127.0.0.1 冒號6969 如果你是租機去行的 那就要改少少script 在app.py的最後面 加--share 那你行的時候就會多條gradio的link Copy到browser就可以開到的了 我們首先講了TTS 文字轉語音的tap 我自己就習慣了是不是都按了refresh 跟著第一樣就是選擇聲 在voice model裡選擇 如果有index file的就選擇它 大家如果是新裝的話 正常這裡是沒有聲給你選擇的 我等一下會教大家怎樣download別人的聲音 跟train自己的聲音的方法 之後refresh完這裡就會有得選擇你的model 之後選擇TTS的model 首先要選擇了個語言 廣東話的話可以search hk 它已經有三個廣東話的model可以用的了 效果會有一點點不同 等一下給大家聽一下 這裡有個速度 可以先試了0 之後再微調 之後入你的文字 或者下面這裡 upload個.txt file給它 都可以的 Advanced settings裡面 有些path file format 這裡大家最常會用的應該是個pitch 但是通常都是先聽了正常pitch 之後再微調 我們按convert 就算我用我的M2去做 都很快完成 可以按個play去聽一下效果 或者按這裡download file下來 我們先聽一下不同model 和setting的效果 大家好 如果你喜歡這條片 記得給反角力落 有什麼意見 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有什麼意見 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有什麼意見 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嗯 這個model應該是給男人聲的 我換把男人聲試試 大家好 如果你喜歡這條片 記得給反角力落 有什麼意見 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沒訂閱的 就快點訂閱 其實都可以用女人聲的 不過pitch就要提高些了 再試試 大家好 如果你喜歡這條片 記得給反角力落 有什麼意見 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未訂閱的 就快點訂閱啦 如果大家都是嫌TTS 太機械聲 而自己又可以錄音 就可以用inference這個tap 將自己的聲 morph做其他的聲 首先都是慣性地按一下refresh 跟剛才一樣 選擇聲 之後將你的錄音 拉到下面這格 或者如果你要一次過 搞好多條聲的 就用batch這裏 Advanced settings 都是跟剛才一樣 最常用的都會是pitch 之後就按convert 這裡都是不用等很久的 跟剛才一樣 可以直接play 也可以download 大家好 如果你喜歡這條片 記得給我一個like 有什麼意見 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你訂閱的 就快點訂閱啦 講了那麼久 都是時候講一下聲點 有兩個方法 一是自己train 一是download別人的train 的model 講了簡單一點的先 就是download別人的model 首先上去voice-models.com 在上面menu的voice samples 選擇你想要的是男聲 還是女聲 在這裏可以試聽 還可以試不同pitch的效果 如果對的話 就在這裏 copy連結 回去app條 去download tab paste連結到model link 按download model 等它一陣 搞定 回去inference或者tts 按refresh 就可以見到聲音了 如果你有特定的聲音想train 可以用train這個tap 不過這個功能要有比較高效能的機 而Mac的朋友就沒辦法了 如果你好像我這樣用Mac 或者你部機不夠勁 可以好像我這樣租Cloud的機 這期剛好Runport的A40做特價 我就用了來做這次的training 首先我們要準備一些聲音的file給他train 一般來說 讓他train的聲音加上超過10分鐘 那就夠了 當然 assume你的file是沒有空白的 我就會預先用軟件去剪走空白先 如果你要train的是自己的聲音 那就找個環境清幽的地方錄吧 意思是要盡量少噪音和回音 用你最漂亮的一支咪 如果可以的話 最好就是用軟件可以去到雜聲 盡可能令錄音的質素提高 如果大家沒有一個用開的工具 可以用Adobe podcast AI 我見UI都簡單 但我不是用開這個工具 所以我就不說太多了 如果你要train的是別人的聲音 而聲音的來源是來自訪問 影片 不是他特意錄給你的 那你就有多一點點東西要做了 例如是退回背景音樂 以及剪走其他人的聲音 之後把你的voice file放在一個folder裡面 就可以回到App條了 首先按train這個tab 之後第一個step preprocess 給回名字你的model 之後入回你的voice file的folder path 之後選擇sampling rate 如果你是44.1kHz的話 這裡就選4萬 RVC version不用動 CPU cores這裡要因應你部機來設定 如果太高會爆error 那你就設小一點再走過 之後按preprocessed dataset 等它走完 你最好是一邊看著lock 因為如果有error 它UI這邊是見不到的 等見到它說successful之後 下一個step extract 這裡基本上沒有東西要改的了 make sure algorithm是rmvpe就可以了 之後按extract features 再等 見到successful之後 再去最後一個step train 這裡有幾樣東西要set 第一個是batch size 這個要因應你有多少VRAM去set 我租這部就有48GB 那我不用太盡了 就set40 之後是save everyepoch 即是每train完幾多epoch save一次 那我自己就覺得 這裡不用save那麼多份 因為每一份的file size都很大 所以我就save最後一份就夠了 最後就是totalepoch 基本上100都好夠了 我待會都會給不同epoch的效果 給大家聽一下 比較一下 由於我想省位 所以我會打開advanced setting take save only latest 之後就可以下去按start training 這個位置是等最久的 我用A40就大概6秒一個epoch 見到它說successful之後 就可以去inference 或者tts按refresh 就會見到你train的聲音 如果你好像我這樣 要把聲音拿出來放在其他機上用 那你可以去Aplio的folder 裡面的locks folder 找回你的model的folder 如果你不用再用這個model train下去 那你需要的就只是兩個file 一個是個.pth 另一個是個 edit開頭的.index file 之後 去你要裝這個model的機上 去download tab 將你那兩個file 逐個逐個拉到dropfile 記住每次只拉一個file 小知識 你train出來的checkpoint 會有g underscore 和d underscore開頭 g underscore那個是generator model 是用來做inference用的 而d那個是discriminator model 是用來做further training用的 大家好 如果你喜歡這條片 記得給我一個like 有什麼意見 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你訂閱的就快點訂閱啦 就這樣聽 聽不出有什麼大約的分別 所以一般情況 我都會建議 data比10分鐘多些 而epoach set到100就夠了 那如果你想吹把聲音來唱歌 我都試過的 我試了把我的聲音morph 在一把清唱的聲道 聽一下效果先 我的世界片的奇妙更難以言喻 還以為是從點兒章的夢見 我的世界片的奇妙更難以言喻 還以為是從點兒章的夢見 由於我給的training data是純說話 所以它其實是硬把我的聲吐下去的 不過效果都比我如其中好啦 如果細心點聽的話 這次會是30分鐘dataset 那個效果出來比較好 可能是因為多了的錄音 會多了些高低音的Sample給它啦 所以如果是想morph唱歌的話 其實可以給它一些清唱的錄音 裡面包括高中低音 效果應該會再好些 另外它也有建議 如果是morph唱歌的話 要用Auto-Tune 我自己都試過的 不過效果好像更差了 如果你想效果好些 要注意速度和pitch 應該要配合一把聲 例如老人家說話通常會慢些 而可愛的聲音通常pitch會高些 這樣才可以達到最好的效果 Aplio還有其他功能 例如是Voice Blender 就是將兩個不同的Voice Model 融合變成五天格斯 有興趣也可以玩一下 另外如果你想用錢解決問題的話 除了Aplio之外 還可以用Eleven Laps 效果算是這類工具裡面最好的 唯一不好 就是廣東話TTS一般 可能還是要用Voice Morph 即是它的Speech to Speech 好啦 今天就是這麼多 記得給我一個Like 有什麼工具想我介紹 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未subscribe的 現在就立即subscribe啦 另外如果你喜歡AI代言人系列 現在就click這裡 看看其他的教學啦 那我們下次見啦 掰掰 拜拜 拜拜